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中共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武漢再度出現病患倒臥街頭 5月14號 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 在一個小區門外 一名男子倒地 旁邊有一名女子蹲下照顧 周圍其他民眾都不敢接近 小區測量體溫人員則高喊不要圍觀 5月4號 武漢開始全民核酸檢測 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 接受檢測的人們大排長龍 但是 很多網友說 檢測人員不戴手套 擔心交叉感染 北京的疫情防控5月14號突然加強 有網友爆料說 當天開始 所有的快遞幾乎都不送上樓了 而是放到小區的某個超市 要求居民自取 另有網友反映說 上班的園區也突然變嚴了 有出入症還不夠 還要加掃北京健康保 東北三省疫情升溫 5月14號 北京書欄微信公眾號發布緊急通知 要求凡是2020年4月1號至5月6號期間 到過清華浴池的居民要立即自我居家隔離21天 並在5月16號之前向居住地所在的街道或社區 鄉鎮報告登記 據說 清華浴池有兩名員工確診